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历代之上》第17章 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见大卫有一个的新智 他说他自己住在王宫里头 但是上帝的月柜却在帐篷当中 因此他告诉拿丹先知 他说他想要为上帝造一所的殿雨 那么拿丹先知他没有求问上帝 他就回应大卫说 你可以照着完全照着你的心意去做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往下读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拿丹先知这句话 只对了一半 是下半段是对的 上帝与你同在是对的 因为后面上帝也重申这一句 但是他可以完全 大卫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很快的 在第三节 在当个晚上 上帝就向拿丹先知来去歧视说 他不可以照殿雨 我们先停在这边 做一点的思考 拿丹先知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他肯定是一个常常与上帝亲近的 他作为上帝的先知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 先知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成为上帝的传身统 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出来 把上帝的心意向君王 向人民来去铲铭 拿丹是一个忠心的先知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当大卫犯罪的时候 拿丹先知是去责备大卫的 这样一个忠心的先知 我们看见他也有失误的地方 他的失误就是太快来去揣摩上帝的心意 当然他知道上帝爱大卫 上帝与大卫同在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 是上帝要拣选的人 但是在建圣殿这件事情上 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 他与大卫同在 他未必要大卫建圣殿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不要大卫建圣殿 他要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来建圣殿 然后拿丹先知 在这件事情 就没有清楚的求问上帝 并且按神的心意 来说明上帝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对不起 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特别我们这些做牧者 做领袖的 有些时候我们常常阅读圣经 然后传讲 讲道 教导 那么可能我们都会很自然 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这样 包括我自己本身 有些时候每天读圣经 每天还要录制视频 还要讲道 有些时候这一个脑海当中 可能都没有很好的去消化 就在当中来去快速的做整理的时候 我们以为这就是圣经的话 那我讲 当我今天在读到这一段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醒 不 我们还是要放慢一点点脚步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寻求上帝 你有什么东西 要向你的子民 向你的百姓 来去传讲 我可以怎么样 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 把神的道 清楚的传讲出来 弟兄姐妹 这太重要 太宝贵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擅自的 hijack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来去明白 回到圣经 他的话语上 来去认识 这是第一样 我们看到 上帝没有说 他可以完全 大卫可以完全 安置自己的意思心 但是上帝应许 他要与大卫同在 第二 我们看到 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 跟时间表 他对大卫说 当他归为列祖的时候 他必死他的后裔 在第11节12节 你自己的儿子 要接训你 我要兼顾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羽 我必坚定他的王位 直到永远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在所罗门的时候 完成了 而大卫也为所罗门 准备了这些的材料 所罗门为上帝建了殿羽 上帝有他的时间 从圣殿被建 我们知道 上帝并不反对建圣殿 虽然在前面他说 他没有住人手 所造的殿 等等 但是上帝没有反对建圣殿 而是上帝的时间 要去安置上帝的时间 来去成就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学习去顺服 我们可能想为上帝做某样的事情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只能够做准备的功夫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让其他人来去成就那一个美好的计划 就算如此 就算如此 我想我们还是要学习 我们还是要顺服神 他有他自己的计划 他有他自己的美意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心里面纷纷不平 为什么我只能够做准备的 别人却做收割的 但弟兄姐妹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总是有人做杀种 总是有人做收割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两个都做 但有些时候我们只能够做一样 不管怎么样 其实到最后荣耀要归给上帝 我们会觉得纷纷不平 或者觉得不舒服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盼望能够在当中 也涨一点点的光 我们去教会 述死 教会的讲历史的时候 我们盼望那个教会演讲讲我的名字 对吗 这也是我们去做牧者的被调派 如果我现在回到去以前我牧养的教会 述死的时候会不会也看到 我的影片 我的名字出现 弟兄姐妹 这从人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 但是 我想我们要学习 真正把荣耀归给上帝 如果上帝要我们只做一个栽种的 杀种的 我们是有份在当中 只不过可能我们的名字不会被出现 但是在上帝的纪念里面 上帝是知道的 所以不管是预备材料或者健身殿 我们更有自己的岗位跟本分 忠心去做就四了 上帝配得最后的荣耀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是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 顺服你 我们不看自己的荣耀 来追求上帝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